土地公文化馆里头的一桃去创意基地 是由几位争选出的艺术家固定注点创作交流的空间 2020年开始即将开办第二季 由于规定不能和第一季重复有重复的创作者 可以预期明年开始又是一波新气象 这次预计也会邀集七到十组的创意青年进驻 除了更方便互相交流之外 也让逛展的民众可以走进他们的创意世界 羊毛三创作者雷小包一针一针的戳出自己的创作 而另外一头的插画家艾伦公主 也是专注在笔下画出生动逗趣的作品 这里是土地公文化馆的一桃去创意基地 从开馆之后就争选了艺术家进驻创作 在这里是名朋友可以零距离的铁锦艺术家 我们同时也肩负了玉城在地艺术家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在从开馆的时候就征选了七名的艺术家 来到土地公文化馆驻馆 驻馆的条件大概就是有每个月 他们就付了两千万的水电的费用 然后他可以在馆里面使用馆里面 我们给他一个空间使用馆里面负责创作 擅长竹编和长画的谢玉环也是驻村的艺术家之一 在他的带领之下 学员们的工作坊里一同上课创作 不持创作同时也是教学和交流 在明年开始 一逃去创意基地的驻村计划就要迈入第二季了 会有全新一组完全不同的创意进驻 可能碰撞出更多精彩的火花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在地的艺术家 能够到土地公文化馆来 发挥他的创意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三年的这个育成的期间 能够很顺利的开发课程 开发他们新产品 然后成为文创产业的一个胜利军 第二季的报名目前已经开跑了 有兴趣有创意 希望和艺术家与市民多交流的朋友 可千万不要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桃园新闻 陈延任桃园采访报道